男子攀在櫻架邊 這邊可是三層樓高 園景一點都不敢大意 不斷勸說 等於高雄室有帶腳的沒幾個 好啦 你先過來 我這邊就跟你聊 你這邊 我不會跑 爬過了平台 終於接受園景的溫情喊話 15分鐘之內 附近民眾以為有人要跳樓 通報了消防救護人員大陣仗面對 原來這男子是通氣犯 警方上門抓 他爬到了臥房外 企圖拒捕 警示 把你拔 拜 他就是企圖拒捕的消息通氣犯 八年前他載著女友飆車 為了躲警察自率 女友已經重傷昏迷 消息男子把機車丟在一旁 抱著女友跑進小巷 但因為力氣不夠 多次把女友摔在地上 最後乾脆用拖的來到了三溫暖 本來要丟包落跑 警方感到逮捕他 從你那拔倒而已 那怎麼有什麼 天女好在啊 意外之後 無信女友的家屬哭斷腸 當時二十歲的消息男子 躲在家中 直到公寄時才出面下跪 隔年遭到起訴之後 官司一打好幾年 因為他不斷上訴 直到去年判刑定宴 但他迟迟不到案 甚至爬出陽台拒捕 警方都已經上門了 嫌犯的爸爸真的很無奈 八年來孩子躲著沒有工作 吃喝都靠他 他的父親也是希望 他能夠早日投案 他是要求我們是說 他想要在年後 年後自行倒案 飆車造成的年輕女友死亡 消息男子藉口說 要等到過完年再去自首 但是八年前 二十歲的他 到現在都已經二十八歲了 一年九個月的刑責 終於面對 三天新聞連貫至朱宇蓉高雄報導